東灣 停車場持槍搶劫 損失約10萬元珠寶首飾 Wallock Creek 警方正在調查上星期五晚上發生的一宗劫案 事件中的受害人在市中心一個停車場裡被三名男子持槍搶劫 被搶去總值約10萬元的珠寶首飾 當中包括一隻勞力士手錶 根據NBC電視台報導 警員當晚接報趕到位於Mount Diablo Boulevard 1,600號路段的一個停車場 處理一宗在晚上10點21分左右發生的持槍搶劫案 受害人向警員表示 他的面部遭到匪徒用槍擊中 被搶走價值10萬元的珠寶 據受害人形容 疑犯是三名穿上深色衣物並持有捕槍的男子 他們在警方到達前乘坐一架灰色紡車圖去 受害人受了輕傷 並在現場接受治療 截至週六 警方未能證實受害人當時是穿戴著 還是攜帶著這些價值10萬元的珠寶 警方提醒大家要時刻留意周圍環境 如果遇到任何可疑事件 請立即與警方聯絡 任何人士如果有這種案件的相關資料 請自電925-943-5844 聯絡Walletquick警方 或者可以自電匿名舉報熱線 925-943-5865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請自電区 請自電区